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难排视当观众都是傻子吗 在王宝强和张艺兴玩游戏的时候 不放进度大约在50分钟 然后何炯就不见了 后面坐的人只有张艺兴 黄渤 谢了他们 然后等到黄渤几个人跳舞的时候 镜头是全景镜头 也没有何炯的影子 但是后期把何炯跳舞的片段剪辑进去了 虽然所衔接的没有什么缝隙 但是感觉特别生硬 等跳舞镜头结束之后 何炯立马回来了 何炯视录播 为什么还会消失 可能是去后台安排一下 青春芒果节的彩排活动 后期为了节目效果 只好把何炯剪去 你觉得呢 很多年轻布 感谢观看